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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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顾客至上 都亲自跟你说 你这心无奇挑样的 你这毕竟是一个办公的地方 不是 规矩还没正式实行呢吗 你这除了你回去重建一下 白晴明 不是 你能不能 我想问一下 听说你给我们这厂投资的 投资一千万 有这事吗 对啊 有这事啊 你为什么 把一千万 投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西亚山 你这说的啥我都没听明白 过去三国里头不讲三英战旅部吗 我这个老旅部我盯不住了 但是老旅部还有一句话 王老七 你记住 不管您怎么研究怎么合计 有我老吕不在一天 只要我有一口气 你们这个事你们就办不成 你记住了 我最后再告诉你 王老七 告辞 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为什么呀 因为我把那个顾客派到唐家去 你可拉脏呗 现在他弓在那摆子里 只要他箭一搭上 我就知道他确讨 你当什么刘副总啊 必须我俩评准说 你咋评准说 你别管了 你就看着象岸山小诸葛 我怎么拿捏他 我刚才说的话 你也是心里话 你看你进屋 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你说你今天去找清明潭 你用到人家多尴尬 白清明为什么拿那么多钱往这投 你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 反正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白清明投资这个事 我是坚决不同意